凡事被你用掉的都是你的福报 我们的福报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消掉的 比如说去公司上班,电脑用完了不关,你不会被扣掉工资,但是福报就会减少 不是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钱来才是消自己的福报,浪费任何东西都一样 凡事经过我们的手被我们用掉的东西都来自我们自己的福报 比如说吃自卤餐,为了吃够本,你就拿了一大堆,结果大半都吃不了 那么浪费的这些东西,消的谁的福报呢?还是你自己的福报 再比如说,公司派你去做一件事,车费可以报销 本来坐公交车也行,结果你打低去了 那么多花的钱浪费了谁的福报?还是你自己的福报? 凡事被我们用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福报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因为你有福报,你才能吃到东西 因为你有福报,你做事情,车费才能报销 如果我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 不用自己花钱,不用白不用,随便浪费 那就是天大的错误了 其实消耗的都是自己的福报 福报 福报是自己攒的,也是自己消的 我们如果不注意,什么时候消掉了,都不知道 占别人便宜,也是消自己的福报 总觉得那是公家的,是老板的,就可以浪费 自己家的东西,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就特别留意 不是自己的,好像就无所谓 其实啊,不管用谁的钱 消耗的都是自己的福报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福报 凡是被我们使用的东西 不管要不要我们掏钱 都要珍惜